好可愛喔 牠們牽手 那天晚上有免費的酒可以喝喔 真的好大 牠豬福咧 什麼骨皮啊 拍一拍很漂亮 這一集要介紹我們在清景澤 住了三天兩夜的雙線飯店 我們都覺得這家飯店的CP值很高 來看看吧 這是我們今天在清景澤住的房間 房間其實還蠻小的啦 因為日本房間就是這樣 兩個單人床 旁邊就是一個鏡子了 床 然後這邊過來 他幫我們把行李已經帶進來了 我們今天12點就已經先進來 可是3點才可以Check in 然後垃圾桶掛在牆壁 然後書桌 桌子其實是收藏在這裡面 然後等我們把行李移開 桌子就可以打開了 節省空間 然後我們Check in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這個麻布袋 他要你自己裝備品 房間電燈其實不是很亮嘛 就這邊一盞燈 還有剛剛走廊一盞燈 旁邊有小燈 這個應該是加濕器 然後每個房間都會有這個平板 電視在這裡 對電視在這邊 冷氣在這裡 這邊 衣架呢 就整條衣都可以讓你擺 曬衣服 開放式的 因為位置真的很小 廁所 好 日本的廁所 再小都會有浴缸 看一下廁所 簡單單的 那他備品都因為在樓下已經給了 這邊已經給你沐浴乳啊 洗髮乳 還有潤髮乳 這邊都有 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他的 冰箱 他冰箱好特別喔 好漂亮喔 電梯出來就準備這個浴鹽 讓你泡澡用的 他好像有很多 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功用啊 不過他應該要放上英文 這樣外國人才看得懂 他的功用是什麼 沒有聞到那個花香 好 橘子味 這應該是蜥蜜草玫瑰 這應該是蜥蜜草玫瑰 還有三隻的猴子 三隻 第三隻是誰 一 二 三 印尼很多 歐蘭胡丹對不對 好可愛喔 牽手 可以拿冰塊是不是 冰箱 一樓也有房間耶 他只有一二三層樓有房間 我們住二樓 這個就是備品區 他剛剛給我們一個麻布袋 然後我可以裝我們想要的備品 那邊晚上有免費的酒可以喝喔 這邊的東西是他說一定要拿上去喝 不可以在餐廳用 他有賣這種嗎 他可以 起司啊 我都被讓你配酒 我看一下這樣 他也可以在買房間啊 這是Cup for Run Cup for Run 這個是Cup for Run 這個是Cup for Run 這個是Glass glass 其實有一套Juice 嗯 看一下看一下 喜歡品酒的人應該會喜歡增加飯店的Happy Hour 因為蠻多酒類可以選的 嗯 小點心 口感 他給的配酒小點心啊 這些堅果 小零嘴 都還蠻有誠意的 我們就拿了幾樣小零嘴上來房間 其實你也是可以坐在樓下的大廳盒 這邊的早餐是半自助式的 也就是說你會需要先選一個主餐 其他湯跟麵包飲料是一個人喜歡自取 我們在這家飯店吃了兩天的早餐 不一點不一樣的菜色 一起來看看吧 這是我們點一個主餐他會送的副餐 給了一個 可頌 小可頌麵包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馬鈴薯跟肉乾 再來是 水果 柳橙 鳳梨 再來是 沙拉 他說這個是 優格 然後中間的是 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好喝嗎 玉米濃湯好喝 你已經喝了 OK 開動囉 開動囉 先試試看 這個 是辣鈴薯 再來是這個 看起來像火腿 對 這個 喝了 再來 濃湯 這邊也是有湯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種 好像台灣玉米濃湯 像嗎 就是那個 奶油味 醬的玉米濃湯 玉米泥湯好喝喔 好喝 真是 悲劇 滾出去 超甜的 滾出去 少了一顆 生菜好吃耶 下面是有butter rice 上面是一隻炸蝦 咖哩漿 網路上有人推薦是這一盤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 咖哩漿 應該是咖哩漿 咖哩好好吃喔 很香 不會很辣 就是平常我們吃的那種日本咖哩嗎 對 它好像有點creamy 這顏色跟以前我們每次煮的咖哩 比較一樣 那個比較黑 這個比較 好像有點淺一些 很香喔 它就一粒一粒的很香 有點那個奶油味 那它是butter rice 嗯 這個好像 小份 一粒一粒一粒 謝謝 謝謝 它雞好大 好甜耶 好大的雞 網路上很多人推薦雞 哇 真的好大 它雞是有給薯條 山醬 檸檬 這個雞好大的腿啊 哇 這份量很大耶 它下面有這個耶 這是什麼 蛤 這是什麼 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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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很嫩 好吃也怕炸出來 日本的炸雞就太厲害了 明明不會乾 嗯 酸肉也吃了 是喔 大家就吃了這個雞腿 今天換了不同的主餐 我的是沙拉 所以他今天這一個 就 不是沙拉 看起來像馬鈴薯泥 然後其他跟昨天是一樣的 那平常如果不是沙拉的主餐 就會有一個沙拉盤 這個 南瓜泥 南瓜泥 嗯 不是馬鈴薯泥 有南瓜味 沒有 沒有那種 這一盤跟昨天有點不一樣 昨天是一塊馬鈴薯跟一塊肉 今天是一個 有點像培根火腿之類的 然後加上一個 蛤蜊嗎 海鮮 小小的變化 舒服耶 什麼泡片啊 試試看裡面是什麼 上面都是泡片 試試看 很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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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裡面是 喔 裡面是 這個是舒服的耶 啊 那裡面是 裡面是 喔 那裡面是一個牌耶 甜點 滿臨死的 這個好像雞蛋 中間是雞蛋 喔 蛋白的 舒服的 舒服的 嗯 這個是雞蛋 嗯 特別 下面是 馬鈴薯 看起來好像蛋糕 圓圓肉 看起來好像蛋糕 不錯 很有特色耶 很特別 海外是甜的 是鮮的 這個吃起來口感真的很特別 第一層是泡泡 第二層是雞蛋 然後 這裡面又有洋蔥 洋蔥絲 然後那個蛋吃起來就是有一點很綿密 泡泡的口感 就是一喊入口即化的那種泡感 這就是第一層的 對它是蒸蛋 可是它不是那種很結實的那種蒸蛋 跟我們一般吃的蒸蛋 不太一樣 它送上來的時候 我聞到好像有魚的味道 這個沙拉還蠻漂亮的 白飯很漂亮 還有雞蛋 培根肉 番茄 甜椒 這個是茄子 還有生菜 上面灑的白白的 不知道是起司嗎 一絲一絲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吃吃看 起司還是那個白蘿蔔 是 欸 好 試試看 拜拜 起司 起司 它磨得好細好細喔 很甜 但是這一種 半熟裡面還很濕潤的蛋 日本最厲害的 日本人 這種蛋做的是最好吃的 其實它應該沒有魚肉 我覺得我聞到的味道 可是起司的味道 起司的味道 起司的味道有點像魚兔的魚味 是不是 比較重的起司 可是吃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還好 就是那種 冷的 它的培根肉啊 其實像西式的培根肉 是煎的比較焦香脆脆的那種 它這個是 嫩排的肉 然後 可能只是稍微加熱還是它是冷的 我覺得它沒有加熱 就是醃製的肉 嗯 而且它吃起來不會非常鹹 西式培根好鹹 好硬 這個好吃欸 你試試看 反正嘴都是 我會覺得它很油 就對 雖然你看它有油花 不會 對 可是吃到嘴裡 你覺得很清爽 嗯 對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這個好吃 其實我們覺得這一家的早餐 還蠻有特色的 因為它可能自己本身隔壁是 西餐廳 法式料理 所以它的東西做起來都蠻有特色的 因為舒服的也是甜點 可是放在這邊之後就變成鹹了 沙拉擺盤啊 料理口味都不錯 還有這種配菜 我們兩天吃下來都覺得好吃 就是 很推薦這家飯店 雖然房間小了一點啦 不過它的環境很棒 晚上還有酒喝到飽 喜歡喝酒的人 對 喜歡喝酒的人 就 很划算 它整個環境空間都很棒 如果有來清景澤 不妨考慮看看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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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